到底唱得如何 我們要讓老師講明之前 我們要講一下 我孟靈大哥 剛剛你在拍照啊 難得聽到這種聲音 我不能給他留下來幹嘛 我這句話就代表一切了 你是用手機拍下來啦 還是照相機 最近都很流行用手機拍啊 我不能去用那種太好的照相機拍 你那樣子會上網被炒到 好可愛 我孟靈大哥 全部老師都很認真在聽 他在拍照 好可愛 我們丁老師的講評 志平老師 今天真的很開心看到你來 你一出來那種就是謙虛、靦腆中 帶有你就是怪有的自信 我覺得這感覺很棒 我覺得你就是唱這種 抒情搖滾的人 可是呢 今天呢 其實我覺得唯一這個美中不足 對我來講 就是你所有的副歌 一個人崩潰的潰 沒有一個音是轉的 我覺得好奇怪 一個人崩潰 不是在犯罪 嘿嘿嘿 一個人崩潰 你不是在犯罪 嘿嘿嘿嘿嘿 這因為... 可是呢 對我來講呢 今天評分的標準 其實這個東西不太算是構成 就很嚴重的扣分 因為你整個的歌呢 我覺得你唱得很流暢 而且你把那個rock的精神 我覺得表達得非常完整 是 沈妮老師 這首歌其實在比賽裡面蠻常出現的 我聽過很多人唱這首歌 那原來阿玲唱得也很好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 我覺得張雲晶今天挑這首歌挑得很好 因為很適合 而且你整個人的表情跟你的人套用進來 就變成另外一種 張雲晶的feel 那我覺得其實 我很喜歡你唱這類型的歌 不過跟志平老師的意見一樣 就是後面那邊的瑕疵 真的是蠻明顯的 不過嚴格說起來 我覺得今天表現很好 樂榮老師 首先我要佩服雲晶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選手 包括評審 如果要經歷過這麼大的一個挫折之後 還有這麼多人在外面說你 一定會回來 或一定不會回來或怎麼樣 我覺得你可以用你的EQ 在這邊好好的表現 我個人是蠻佩服你的 然後我覺得你今天一進歌 就非常有自信 音色 技巧 表情 我覺得都很OK 所以我覺得你唱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在選歌上 你打敗雅晶 因為農業分成兩種 一種是粗羹 一種是金羹 剛才在高綱上 雅晶其實今天純粹用粗羹的方式 我覺得是可惜多了 因為阿妹唱那個歌 是有那個對情郎呼喚三哥 這樣看到三下有個男的 有點暗爽的感覺 雅晶沒有 雅晶就 雅晶突然角逐軍歌女王去了 可是我覺得今天你選這首歌 我覺得唱得很好 初中有事 世中有初 很棒 謝謝老師 是 國倫老師 我們評審都有一些話想對你說 第一個歡迎你回來好久不見 聽你唱歌今天真的有兩個感受 第一個是賽翁師嘛 音之非福 雅晶你進步了 唱歌的氣 感覺音準的穩定度比以前好 第二個是休息為了走更遠的路 這雖然都是很通俗的話 但是放在你身上是對的 你知道選手他們每天都在比賽 可是你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 你今天拿出來的成績非常亮眼 我給你最高分 是我今天給你最高分 然後我覺得很可惜的 當然是一個人崩潰 那個潰呢 每一句就像王老師這樣 都唱得不準 但是瑕不言喻 很棒 加油 是 謝謝老師 榮晶老師 在這個評論之前 想先問雲晶一件事情 這個我曾經有聽到一種說法 說你忘詞是故意的 因為我看到這個我有點嚇到 如果你忘詞是故意 那我不是白哭了嗎 絕對不可能是故意的 我看起來因為忘得很自然 而且完全就是好像很懊悔 站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對啊 我真的很懊悔啊 為什麼會有人說我是中的 沒有 他有回頭 真的 是不是真的 他有回頭求救阿彬老師 對不對 應該不算求救 因為我在自己的那個 就是忘詞的自願之愛當中 然後我就 我不是看阿彬老師喔 對 我是 喔 了解了解 不會啦 我真的可以 這可以理解 因為也有人說我哭是故意的啦 哭是值得的 所以我可以完全 完全可以體諒 其實我們比較相信 雲晶忘詞不是故意的耶 你想要說什麼 好 進入正式的評論喔 是 我覺得雲晶 就是唱得真的很好 就是完全把這個歌的那個味道 完全掌握住了 那有一個建議就是你在副歌的地方 因為這首歌呢 他的一般的歌曲的高潮是在 通常會下載第一句或第二句 不見得但普遍上是這樣 會讓人家知道那句特別印象深刻 對不對 那當然這句也是 可他有另外一個高潮是下載 誰抱著你叫醒來 一叫 那個地方是第二個高潮 而且那個地方是 讓人家記憶最深刻的地方 那在下這麼高潮的音 但是他卻用假音呈現 所以它是一個很複雜 很困難的一個呈現方式 但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這個地方你做得很好 獨愛隨 失戀無醉 誰抱著你叫醒來 還有人陪 我對於日行早有預備 愛不算才可以 但是整體而言 我覺得在B段的地方 我覺得有一點點緊 也就是說你缺乏那個層次感 你應該再讓自己聲音更鬆一點點 然後再更有層次一點點這樣子 好,我們要先看讀商的部分 我們要看張元晶的分數,請下 43.8 43.8 43.8 最高分落在樂榮老師跟農選老師的 8.9分 那麼其他分數有8.6、8.7 目前是第一階段的第一名 回來多好對不對 對不對 謝謝張雲晶 謝謝 期待你第二階段 Kend附 nick bankruptcy 啊 severely